禁止废话 死刑犯在枪决前 大海要戴罪立功能管用吗 有人已经试过了 08年的新疆死刑犯张泽越 在准备挨枪子的时候 就喊了一句 而后就被戴曲接受调查了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从来不考古 美国和日本 他们为什么不考古 日本是不敢考 美国是无谷可考 日本不是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吗 为什么不敢考古 因为日本害怕考着考着 就认祖归宗了 考古挖出来的东西要么带着汉字 要么就刻着我国的印章 就比如在天皇陵中就出土了许多 我国未尽时期的文物 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不是中国人 据他们自己说 在日本人群中有1%比例是我国人的后代 而且根据DNA检测 日本人的基因与我国河南 河北两地的匹配率最高 喜欢争第一的美国 为什么也不考古 因为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害怕一产子下去 全是印第安人的遗海 再就是他们的土地 都是私有化想挖就给钱 并且还得把挖出来的东西 分给人家一半 所以美国不研究过去 只研究未来 日本没有纪委和反贪部门 为何却很少有贪腐事件 因为日本的惩罚规定比较狠 一人贪污全家连坐 在反贪方面 日本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贪五千终身不能晋升 贪一万元判三年以上 贪一万六千除了判五年 还会被没收一切违法所得 贪两万五千 本人及其配偶和儿女 也都会被判最高三十年 并且子孙五代终身 不能从政和经上 所有的官员 必须将自己的财产公开化 透明化 一些担任重要职位的官员 还需公示其亲属的资产房产等 日本民众难道就不怕 这些公示造假吗 只能说不敢轻易造假 首先日本官员的财产 会由日本内阁进行严格审核 其次任何公民 都可以随时随地地 在相关网站上进行查看 如果对内容质疑 可以随时进行调查 就和屠宰场的动物一样 被丢在流水线上分解 然后再分类打包 当成商品售卖 被查获食工厂里 还有十吨冷冻人肉 1755个器官 漂亮国的食人膜 已经狂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不仅吃 而且还会通过网络 分享彼此食用的方法和经验 甚至吃不到新鲜的 还会把手伸向死者的遗体 据说在这些食人膜的眼里 亚洲人才是最好的食材 因为他们觉得 亚洲人不仅没有体味 而且肉质和口感 要比体毛旺盛的欧美 非洲人更好 尤其是吃素的亚洲女孩 在他们眼里就是上等食材 人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 11年 云南昆明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鸵鸟肉 其口感介于鸡肉和牛肉之间 后来罪犯被抓后 才知道这所谓的鸵鸟肉 其实就是人肉 不是说同类相识 就会得软病毒吗 同类相识 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会得软病毒 只要是健康的就没事 请不吝点赞써 去 去